雨终于停了 我要去抓有史以来最多的蚂蚱 装备都准备好了 这狗子天天躺在别人家门口 这是准备叛变吗 走 带你去抓蚂蚱去 顺便给狗子带两根火腿肠 来 等一会不要跑那么快啊 等等我 每次我稍微玩得久一点他就跑了 走 一晚上没有下雨水已经退去这么多了 顺便看一下有没有鱼 前两天我们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水还特别深 现在已经成草地了 一条鱼都没有发现 我们还是去抓蚂蚱吧 这狗子每次一到草地上来 都不知道他有多高兴 接着跑啊 我去抓蚂蚱去 这个蚂蚱还是这么多啊 开抓 刚开始一小会儿 已经抓了这么多了 继续 这还差得远了 又抓了一会儿 这个数量增加了吗 我有点看不出来哦 继续 树叶子上面很多 看一下这都是他们咬的 这里还有一个 这种小的就不要了 太小了 小的比较多 大一点的就必须把带走 花费了两个半小时抓了蚂蚱 不少了吧 也算是有史以来 我抓蚂蚱 抓的最多的一次 我以为狗子都走了 还在那里 来了 过来 脏兮兮兮的身上 看一下我抓的蚂蚱 出来的时候特别干净 回去的时候脏兮兮的 本来我还想再抓一点 但是时间不允许的 走吧 回家去 已经回来了 再看一下有多少 很恐怖吧 接下来就是给它洗干净 然后油炸 不会有人觉得很残忍吧 用温水烫一下 洗干净 等一会儿整个油炸 已经做好了 加点火腿肠 给果冻试一下 这个品相看着一般般 但是闻起来特别香 这里面只有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 我装在盘子里面 来 给果冻试一下 要是果冻不吃的话 那布丁更不会吃的 因为布丁比较挑食 它好像只吃火腿肠的 不过今天的确是胃饱了 不饿 兄弟给我点面子 隔壁的狗子来了 给它试一下 它要是不吃 不说明年不抓了 起码今年 我是再也不抓蚂蚱了 隔壁的狗子 对蚂蚱也没什么兴趣 就吃了几个 抓这么多 白抓了 今年再也不抓蚂蚱了 连狗都不吃了 先放那里吧